歡迎大家收看這一集的MyMyCooking 早幾集就開始教大家做蛋糕 用焗爐去焗東西 如果你家裏沒有焗爐怎麼辦呢 但又想做一些東西送給朋友 今天就教大家做這個 既簡單又方便又不需要焗爐的東西 就是KickPops 非常之簡單 先講一些準備功夫 首先我們把忌廉芝士放在室溫30分鐘 讓它溶解 之後就把巧克力分別用熱水去做溶 建議大家用杯去做溶 會比較方便 為什麼呢 你們看上去就會知道 最後的準備功夫就是把蛋糕弄碎 記得要戴手套 首先我們把蛋糕碎 和這個忌廉芝士混合 先把它搓成一個團 這樣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蛋糕團分成適合的大小 搓成你喜歡的造型 而這次就教大家最簡單的 就由圓形開始做起 之後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膠盆 做上這個巧克力漿 就可以插在蛋糕的中間 在這裡提提大家 記得只插一半就可以了 不然插得太多的話 就很容易刺穿了蛋糕 那些膠盆插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放進冰箱 冰箱30分鐘 目的就是把這個巧克力 和蛋糕冰硬它 冰硬了之後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蛋糕球 做上這個巧克力漿 那為什麼會用杯子比較方便呢 因為你可以把整個蛋糕球放進去浸一浸 就是這麼容易 整個蛋糕球就會做完這個巧克力 之後我們需要保持一會 為什麼呢 因為讓它多餘的巧克力漿漿漿漿 為了不想那麼單調 所以決定就加了一些糖針 去做一個裝飾 之後就等這個巧克力 完全凝固了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又 fragment啦 我們就在這邊走了 我們要不要再做的 我們會把這個筏做好 我們會不會有的 再加上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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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畫畫完成了我手上的畫面 這個KickPops 是不是很簡單呢 基本上你不需要用焗爐這個東西 又方便又快捷又考大家的創意 這個KickPops是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沒有任何的造型因為它是圓形 其實這個KickPops可以做到很多的造型 只要花一些創意去做一定是OK的 所以這一集就教了基本功 先教大家做一個圓形 你看看經過這個包裝之後 可以送出去送給人 你看多漂亮 這顆當然是留給我自己的享受 做完當然要試吃給大家看看 這一顆就是這個 叫什麼? 鴛鴦色的 這個黑珠 不是 巧克力 應該說是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兩顆 現在去試吃給大家看看味道如何 先先 裡面是這樣 但其實是一件很柔的一件事 因為裡面已經有芝士蛋糕了 然後再加這個巧克力 嘩很柔軟 但味道都OK的 好 好 希望大家去嘗試一下去做 這個真的很簡單 又可以哄別人開心 做的過程又開心 好 希望大家去做 還有一件很重要的 一定要繼續收看我的Mind Mind Cooking 再見 掰掰 請問我 我們可以拍電子嗎 這輩子 可以拍電子嗎 先拍電子